照投资标的 传统大帝 维峰董长廖正汉一早出席建案动土典礼 首次从百货跨足房产 却刚好遇上房市警戏低迷 廖正汉一点也不担心 大家对于房地亚的信心 之前的前一阵子也不是那么足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还有可以卖到五成多的表现 那我个人是非常的 怎么讲就是非常的看好这个案子 廖正汉跟代销公司 共同投资的建案 位在台北中山区精华地段 预售屋开价一瓶140万 平均成交价虽然下滑到123万 但还是突破当地区域行情 销售率达五成以上 让他相当满意 但对于英国脱欧会不会影响景气房产 廖正汉话说得很保守 我觉得脱欧多多少少 一定会影响全球的人的投资的心态 那不过我想房市跟股市都是一样的 还是要看个案跟个股的表现 英国脱欧让英镑重跌 如果再持续下滑 身为百货懂作的廖正汉 也透露未来可能有机会 调降英国精品价格 其实目前的价格都很敏感 如果价格有变动的话 我相信一定会带来另外一波的收入 百货跨足房产 廖正汉不怕全球不确定因素 扰乱景气及房市危机入市 等待市场考验 三一新闻 郑子英太报道